那今天第一个议题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画面 那我就不要说他是哪一个军团的指挥官了 这个大家看一下应该都知道 那我觉得你国军在进行灾害防救 或者是灾后复原的工作 我都非常支持 因为国军做这些工作都是协助我们全民 包含各县市都一样 那我们国军对于灾害防救当然有相关的依据 不然你就不会兵力预制了 不然为什么每次灾害来临之前 你都会先做好兵力预制的工作 所以一定有灾害防救法来让你依循 所以你这一次才会利用灾害发生的时候 你指挥官就到县地来实施灌灾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按照正常来讲 你指挥官要什么时候到达灾区 应该要在县长县市长到达灾区之前 你就要先到 这没有问题 因为你不可能县长都去了 然后你灾害防救的这个负责人你还没有到 那就真的太夸张了 县长都去了你还没有去 所以我之前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我以前担任某一个县市的联络人员 我都常常跟市长的警官 他旁边有个随缘 那个警官做好联系的工作 我都会马上只要灾害来临之前 例如硬变中心开设的时候 我就开始跟那个警官紧密的联络 市长今天的行程是什么 因为在硬变中心马上转换 从一级开设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要跟着市长的行程 然后到灾区去做市导 或者是相关的指导工作 所以军人跟市长里面有一个协调机关 不管是你兵力派遣 或者是军团指挥官前往 都有一个协调机关 那这个协调机关就是应变中心 那应变中心是谁在管的 应变中心的开设 当然是县市政府 乡镇区公所开设 但是里面军跟民的协调单位是谁 是后备指挥部 不是陆军 我今天是县长 我没办法陆军五二公兵群 来啦来啦来帮我救灾 可以这样吗 不行 你必须通过应变中心 做兵力的申请 然后各应变中心 再把相关的资料 回传到军团的战刑中心 来做统一的兵力派遣 因为他们总是 你不能每个乡镇都跟我要那么多人 那我到底要把人给谁 是不是 都会用军团的这个战刑中心 汇整资料之后 再做严密的兵力 做派遣的动作 所以呢 军团对于整个兵力派遣 他是有绝对的责任 跟义务 跟权力的 今天他要派 军团要派谁到哪里 都是他可以决定的 对军团指挥官大不大 非常大 所以呢 我今天绝对不是来这里消遣 说你国军你看去那边 怎样怎样 绝对不是 对于国军派出兵力来实施救灾工作 我当然是非常非常的认同的 那 这个画面呢 让我最不能接受的是 你一个中将指挥官 你应该严守行政中立 政治中立 这应该没有话讲 你是军人嘛 如果你还要参与政治 那你跟军阀有什么两样 所以呢 你一定要严守行政中立 那你在这个 风灾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你可以让一个民意代表 来给你摄影 然后呢 你后面占了这么多人 然后呢 任由这个民意代表发挥 那我就觉得你这个 这个中将指挥官 是不是太浅了 你怎么会让这个民意代表 做这样的操作呢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 你受访的这一个画面 而且你可以受访吗 按照正常的程序来讲 你要在什么时候出现 县长 市长在对勘灾过后的意见 发表的时候 你会站在旁边 那个时候有很多新闻台 都会统一来做采访 那县市长讲完话 才轮得到你军人嘛 是不是 因为现在不是作战嘛 如果今天是作战 你军人先讲话 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你说今天是 开始中共打过来了 你作战区指挥官最大 那个时候就军人最大 但是现在还在平时 在海防就 还是县市政府说的算 所以呢你一定要在县市政府 就跟着县市首长讲完话 采访完毕 才轮得到你军中来做发表 那你看看县市首长被采访的时候 有多少麦克风 我相信你一个中将指挥官 你也不可能是今天 还在救灾嘛 你可能从少位 中位 上位 少校 中校 上校 你都在救灾 你对于媒体的掌握 或者是新闻的采访 我觉得你应该也看过很多次 那你觉得一个民意代表 拿着一个摄影器材 在对你实施相关的 这个灾害的相关的访问的时候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不知道行政中立吗 我刚才讲了 如果今天是很多电视台 都来跟县市长发表 请县市长发表 这个这一次灾害怎么样做处置 你站在旁边 县市长离开之后 你要发表你的言论也没有问题 是不是 但是你不能独 独让一个民意代表独享 虽然我没有任何政治倾向 我没有任何政治倾向 但是我对于这个民意代表的一个举动 我非常不屑 我对于这个民意代表一个举动非常不屑 他既然说换你讲 换你讲 他是宗将指挥官 他不是上位 你民意代表你是什么东西 你还可以命令一个宗将说 换你讲 我真的看到这边 我真的不想看 说真的我不想看 对啊 你到底是要作秀 还是你真的很希望国军赶快实施救灾 那你就灾应该赶快让他们下去 你不是仁爱乡很严重吗 那你是仁爱乡的这个民意代表 你是不是应该要赶快全心投入在这个乡村里面的救灾工作 你还有时间在那边发表长篇大论 然后还请 还不是还请 还叫我们宗将指挥官 在那边实施这个 这个相关救灾的发言 我觉得这非常不当 然后呢 你宗将指挥官 你也被人家弄 我真的看到那一段影片 我真的是不声唏嘘啊 大家看一看哦 后面的所有的人员 每一个人都是那种大于智的眼神 那个眼神告诉了我们 为什么会这样 除了最右边 我觉得最右边这一个 我觉得最右边这一个人 应该是政战主任 应该啦 我猜想应该是政战主任 因为他的笑容 跟后面那几个救灾的官兵弟兄 比较不一样 连救灾后面的官兵弟兄 你看他板着脸 他那个眼睛就是告诉你说 指挥官你这样好吗 我们军人要恪守行政中立 你这样做好吗 哎 指挥官是有个行政权的人 对啊 为什么军人是恪守行政中立 而不是政治中立 我是政治中立 军人他恪守行政中立 为什么 因为你军人都是有命令权的 像指挥官就有 是不是 像上校指挥官有没有 有少将旅长 有没有指挥权 有没有命令权 有 这些人都要恪守行政中立 因为他有行政权 行政命令权 我呢 我是一般民众 我恪守行政中立 跟着我恪守政治中立 那是不一样的范畴 他们是要恪守行政中立 所以你看一个指挥官 你被人家这样弄成这样 你群何以堪啊 对啊 群何以堪 我真的很想调研的 一个中将也不容易 要升到中将不是很容易 然后呢 就任由这个立法委员 在那边摆布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当然了 我不认识这个立法委员 我对政治人为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 但是我觉得 你不要靠着国军 军人来提升你的声量 或博取你的版面 你有种 你靠你自己 不要靠军人 对不对 你今天你可以在自己拍 这个群你的助理 帮你拍照 帮你摄影嘛 你自己嘛 然后你去跟这个 这个摄影机讲说 你要怎么样对于这个 仁爱乡相关的救灾工作 你要怎么做分配去规划嘛 显出你立法委员该做的 这个高度嘛 那我OK 那我没有问题 但是你今天把国军拉进来 做这样子的操作 我没办法接受 而且为什么后面要跟一票人 你跟我讲 为什么 难怪人家新闻会下标题嘛 拼救灾政治学 难怪人家乱下标题嘛 你这个阵仗 你这个态势 就会让人家觉得很奇怪 没有一次救灾 在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 是这样的态势出来拍摄影片的 没有啦 没有 了不起 县市首长到了灾害发生的场地的时候 由国军的最高阶的人员陪同 看是军团指挥官 看是后备指挥部的指挥官 看是各县市后备指挥部的指挥官 对不对 陪一个就好 一个陪在这个县市首长旁边就好 也不用太多 你那么多人干嘛 你应该是这个时候 那些多余的人员都去救灾才对啊 怎么会这么多人站在这个县市首长旁边 大部分都是一个而已 都是当场最高阶的人员 那你现在带了一票人 在这个仁爱乡的治前面 然后接收一个立法委员的这个影片拍摄 我不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 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国军非常的辛苦在救灾 我也这么觉得 我自己也救灾过 我知道那个辛苦 是不是 为什么我上次对救灾这个盘汉山 我非常的同意 我为什么说一定至少要两件以上 最好是三件最好四件 为什么 我自己救灾过 我自己救灾过嘛 我知道那个痛苦嘛 对对那我也曾经担任联络官嘛 是不是 我也曾经做过救灾联络官的相关工作嘛 我对于整个国军人员的救灾我非常的清楚 我甚至常常跟着县市首长在看灾啦 所以我对于这个救灾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你做这样的操作 我说真的 我们的灾害防救防 我们从灾害防救防进行到现在 由军队来协助灾害防救到现在 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的阵仗 来接受立法委员或者是民意代表的影片拍摄 没有 你去找任何的影片 了不起 县市长在旁边 多了可能两个军人或三个 我还不曾看过三个 最多两个 大部分都是一个 应该是要一个 你最高阶的人员 陪在县市首长旁边就好了 那你呢 一票人在那边 帮他站下吗 我不知道 你拍这么多人在那边 还是你自己也想要上 上这个影片 我不知道 你国军应该赶快去救他 怎么还有时间 这么多人待在那边 我没有办法认同 我没有办法认同 为什么 你跟我讲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叫一票的官兵 站在你后面 然后接受这个立法委员的访问 为什么 我没有办法接受 可是你这只是做样子 其实你也觉得 他那边其实没什么 但是我仍要到 然后呢 让他做个秀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而且 其实老实说起来 军团指挥官 也不一定要亲自前往 当然啦 你如果觉得 任爱乡 他整个 这个灾害防救的工作 非常重要 而且 非常的危急 你说你军团指挥官 要去 那没有问题 但是呢 通常都是由后备指挥部的 不管是 灾防联络官 或者是 后备指挥部的 县市指挥官 就像南投嘛 南投县后备指挥部的指挥官 先到那边 对于整个灾情 跟你做报告之后 你有需要 你再过去吗 很少那种 你陆军 抢在后备过去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后备在江胜区 像仁爱乡 有一个应变中心 里面有一个联络官 那各乡里 各村里 跟仁爱乡应变中心 在申请兵力 兵力申请的时候 还有 在各种状况 投入到这个灾害应变中心的时候 你 你这个联络官 你自己要去看 整个灾害的状况 去做判断 然后把这个讯息 告诉 这个县市后备指挥部的指挥官 以及把兵力需求表 传到军团的这个战情室 对不对 都是有那一个联络官 但是我在这里好像 这几个应该都不是灾防联络官 我觉得啦 你有看到好几个特战的吗 应该都不是灾防联络官跑去哪里 对啊 还是只有你陆军能上反面 我不知道 正常来讲 应该是灾防联络官 带着后备县市指挥官到场地 跟县市首长会合之后 针对灾害防救提出相关的建议事项 或者是发表意见 不会是军团指挥官带着特战人员在后面 然后接受立法委员在那边询问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画面 非常奇怪 那就表示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这个指挥官太天真了吗 还是什么 我觉得我应该要相信你太天真 你被弄了 你被人家政治操作了 然后呢 你还昏然不知所觉 然后呢 人家叫你说 你也讲话 看到那一幕我很是心酸的 所以希望我们军人 尤其你是位阶比较高的人员 我相信救灾这种工作 你也救了很多次 你对于救灾相关的事项 你也能分得清楚 如果跟政治有什么来往的 当然就是要当机地段 如果包括委员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以救灾为先 你就不要跟他不行 我不能 今年是选举年 我不能跟任何一个立法委员 或者是相关的选举人员有任何的接触 你也不要这样讲 包括我们现在救灾 我稍后再跟你联系 是不是 我相信你也不是第一次救灾 我也跟着我们指挥官 跟市长出去很多次了 我也知道那个整个景况了 对不对 那也有一些长官 是真的很想要上反面的 有没有 也是有 你不要觉得没有 也是有 就很想要站在 县市首长在讲话的时候 然后后面有一票 其中一个就是军人 当然了 按照在来防救场 按照后备司令部 按照后备指挥部的规定 你县市首长到了那个位置 你指挥官是一定要到 各县市后备指挥部的指挥官 不是说你军团指挥官 各县市后备指挥部的指挥官 要跟市长 县市首长在一起 没有含你军团指挥官 当然了 你军团指挥官要去哪里 当然是可以 没有问题 所以呢 我看到这个画面 心里是非常沉重的 对啊 你会让我觉得你真的被弄了 你真的被弄了 所以呢 希望你能严守行政中立 因为今年说真的是选举年 所以真的还是希望 严守行政中立 不要被政治操作 连新闻都给你下标题了 就听救灾政治学 是不是 还是希望你能严守行政中立 不要再被有心人士操弄 可是说真的 如果我的猜想说 我觉得右边这个是政战主任 政战主任也没有一种危机意识 或者是警觉性吧 你说指挥官一头栽进去 可能人家立法委员说什么就说什么 他是当局者迷吧 那你旁边这个政战主管 你有任何功用吗 你也没功用啊 你也没去提醒我们指挥官啊 你也没功用 最好他不是 我猜他是 最好他不是 不然他的罪孽也很大 你本来就要提醒指挥官了嘛 是不是 媒体 新闻 不就你政战管的吗 你还不提醒指挥官 任由指挥官被立法委员操弄 然后被扣上一个帽子 救灾政治学 何必 所以我觉得这指挥官真的 我自己感觉他是被弄 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 以上 是第一点要跟大家做分享的 你算官想你好 你会官早就知道立委直想修 哦是哦 我不知道 我看这个图片说话 杜柏宇你好 我是15 哦是哦 你好你好 哦15拐腰梯很久了 腰5拐腰梯应该是 可能是58年次到60年次的 哦那时候很辛苦 辛苦你了 那个时候当义务役 应该是非常的硬了 学长学弟制很重 对啊辛苦了辛苦了 很高兴认识你 王玉祥你好 很久没看到你 我凯他操 这个立委太莫名其妙了 我也觉得 我觉得你这个立委啊 真的要要乘声量 那你就前面那一段讲完就算了 你又叫人家中将指挥官也讲个话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也搞不清楚 我真的搞不清楚 你一个立委 当然立委大人当然很大 可是你这样 你这样叫我们军人讲话 然后他又是个中将 你说今天你叫我们救灾小队长 可能是上尉 因为你发表了一下意见 那就算了 老个中将 中将都可以当陆军副司令了 是不是 中将都可以当陆军副司令 你这样弄他 感觉还是有点奇怪 不要说弄他 你这样叫他发表 感觉还是有点怪